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 我们经常可能是在不满意现况 却不知道该怎么改变 或者是活得不够尽兴 却又找不到自己的热情跟召唤 再不然就是期待自己更好 但是却有一种越努力越挫折的感觉底下 去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辈子只能这样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 它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几乎是每一个层面 从我们最常接触到的人际关系谈起 智慧手机的发明 它改变了我们熟悉的人际相处模式 它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跟别人连结 但是我们的心中却有更寂寞的感觉 整个大环境的生育率越来越低 它改变了我们的退休计划 我们已经不可能去依赖过去的社会支持体系 社福 年金这些部分 来度过我们的晚年生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又要该为自己的人生后半场怎么做准备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事 我们就看眼前当下吧 就在此刻当下 有太多太多的新科技出现 然而面对这些新科技 它们会不会消灭我们熟悉的工作跟生活呢 就像是你现在在路上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机车 那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传统的机车行 或者是相关的领域 难道你不会对于未来的发展感觉到焦虑吗 你可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是你的行业可能就此消失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不断地就在我们此刻当下正在发生中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主客观环境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过好自己的人生 如果当我们只看自己 而没有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 可能都会造成我们在思维跟选择上面的一些盲点 其实呢我们对于环境的认知 往往是建立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累积下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 都是工业时代底下的产物 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到底是什么呢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很快就能够明白 我用打靶作为例子 不管是我们在过去经验当中的军训课程里面的打靶 或者是我们看到运动会上面的打靶比赛 多数时候打靶的活动 是不是都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去打一个固定的靶位 那么工业时代的教育 就是把我们训练成为能够去站在固定的位置 透过反复的练习 透过反复的操演 让我们能够在最高的程度上去打中那个固定的靶位 它是一个精确分工体系底下训练每一个人都能够去迁入体系 成为一个螺丝钉 成为一个齿轮 而能够得到最终的确定结果 可是聪明的你 这时候你可能想到了 我们的时代已经早就不是工业时代 甚至于你都会深刻的感受到 固定的位置跟固定的靶位 这种状况还存在吗 有许许多多的行业正在消失 你说这些行业里面的人 哪一个不专业 哪一个不努力 他们的站位都很固定啊 而且他们的设计技巧也很好啊 可是问题是现在那个靶可能已经不在了 再不然就是那个靶也不是固定在那里啊 所以如果我们还用工业时代带给我们的教育 所衍生出来的思维 看待自己的人生 那我几乎可以确定的说 我们很有可能就像恐龙一样 它没有做错任何事 但是它依然在这地球上消失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 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提出具体的方法之前 我继续沿用站位跟靶位这样的隐喻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就在此刻当下 有没有人采取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机构去帮助一些身心有困难的人 可是现在的我并不是按照传统的 一个站位打一个把位的思维 我仍然是个心理学家 我仍然是一个助人工作者 但是我创业 我写书 我开实体的课程工作坊 我也开线上的课程 我制作YouTube的影片 而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延伸发展跟计划 但不管你看到我做了什么 做了多少项目 这些的背后都源自于同样一个专业出发点 就是心理学的专业 这就是我固定的站位 只是我去打很多不同的把 再举例子 过去医生他们接受了医疗的训练 所以他们就是进了医院或者是自己开诊所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医生作家 医生主持人 甚至于也有一些医生创业者 去做医疗器材或保健食品 那更不要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医生市长 甚至于会选医生总统 这些例子都是在固定的站位底下去打不固定的把位 那么如果把位是不固定的 那有没有可能站位也不固定呢 当然有 有一种人就是在不固定的站位底下去打一个固定的把位 这样的人叫做跨界创意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艺人 他是影视歌三期 艺人工作的终极目的 就是取得大众认识跟大众认同的极大化 这是他固定的目标 也是他固定的把 可是呢你会发现 他可能拍电视剧 他当主持人 他上谈话性节目 他也拍电影 他也唱歌 他也出专辑 他也开演唱会 甚至于出书 你会发现一个艺人身上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而这些角色其实都需要各自不同的专业 但是不管他身上累积了多少专业 他永远都指向同样一个目的 叫做大众认知 大众认同的极大化 这个就叫做跨界创意 讲到这里哦 像有一位艺人叫彭于燕 他几乎每拍一部电影就会累积一个独特的专长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如果衍生到企业的领域 跨界创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 你说苹果他到底在卖什么 他是卖智慧手机吗 他其实有电脑 而且呢有平板电脑 桌上型电脑 还有笔记型电脑 不只这样子 他还有卖家用的系统 Apple TV Apple Watch 蓝牙耳机 这些讲到的都是硬体的部分 软体的部分呢 如果零零种种列下来 真的是足繁不及被载啊 可是苹果他到底卖的是什么 他卖的是一种软体跟硬体 整个结合下来的一种体验 他卖的既不是软体 也不是硬体 他卖的是一种体验 这是苹果的CEO库克 他为自家公司去做的最好的注解 所以呢 苹果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瞄准体验这个靶 然而你会发现 他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事 去瞄准一个共同的靶 那当你听到了 靶位可以移动 站位也可以移动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人 他的生存模式 是在不固定站位 跟不固定靶位的交错当中 透过时代的演变 应运而生 一些可能过去你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听过 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工作形态或生活形态呢 当然有 不固定站位 打不固定靶位 这就叫做多元发展 加上跨界的创意 比如说吧 YouTuber 这样的一个工作形态 可能在三年五年前 你是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听都没听过的 网路的小编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经验 有能力的小编 你知道有多少多少的企业会抢着要你吗 再来居家整理师 这种非常非常重视 跟人实际接触 而且有高度密集体验性的工作 这也是在过去你连想都没想过的 所以你听到这里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左右改变我们的时代 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在自己身上到底有哪些可以适应的方法 只是啊 这些适应的方法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 你都听过 你也都知道 对于多元发展跟跨界创意 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知道 但我做不到啊 过好人生学这一门线上课 就是帮助你 在面对人生的时候 怎么样从知道跨越到做到 其实要跨越 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的简单 只是呢 在进入具体的行为之前 可能有一些迷思 还有一些现象 你必须要先认识 而这些迷思跟现象 它都在在的反映出 我们过去所受到的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 这些思维可以用一句话作为注解 就是人工智慧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但我们却用工人智慧的脑袋 来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你听到这一句话 是很有感觉 很冲击的 然而在急着往下走之前 我们身上仍然带着过去的遗毒 或者是背负着一些 其实是没道理 也没有必要的思维 跟信念的话 那你花再多时间再努力 你觉得有用吗 所以呢 过好人生学的第一讲 除了点出这第一个问题 这辈子只能这样吗 我们接下来还会带着你去认识 卡住我们的两个迷思 跟三个现象 我们先来谈两个迷思 这两个迷思分别就是 终极选项跟路径依赖 什么是终极选项呢 为什么它又是个迷思呢 其实你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的时代 是不是让我们的站位跟把位 都必须要不断的变动 在这个前提底下 还会有固定的最好选项吗 所以所谓的终极选项就是 我们心中常会抱持着一个幻想 就是只要如何 我就可以如何 只要我有钱就会快乐 只要我找到一个适合的人 我就会幸福 你有沒有发现 这充满着工业时代的思维 就好像是我遇过 太多太多的人 很努力的想要挤进大公司 很认真的想要考上公务员 结果呢 进了大公司之后 真正好的福利 早就被那些十年前进去的人拿走了 你的努力不会比他们少 甚至要比他们更努力 但是你取得的可能只是他们的 一小小部分而已 更不要说公务员 寒窗苦读多年之后 考进去你的福利呢 你的未来呢 你的发展呢 这些我相信不用多说 你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时事 跟相关在这个领域的人 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然而我也必须承认 终极选项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 就好像是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 至少你确定你写的答案是对的 能够拿到分数的 可是一样用考试作为例子 我们从小到大考了这么多的试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对一个问题的解答 已经确定答对 而且拿到分数之后 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对这个问题 去做深刻的思考 跟再次的理解 终极选项的危险就在这里 它仿佛假设 我们只要找到那个最好的答案 我们就不用再花脑筋 可是它违反时代嘛 人工智慧的时代 你怎么可能不用脑筋呢 你用脑筋都有可能被淘汰了 更何况是你不用脑筋呢 那你可能也会疑惑 如果我要破除 终极选项的这个迷思 我要能够去适应很多的变化 我要能够去接受 可能我未来要去的地方 是我今天连想都没想过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去适应这个转变 其实呢 面对终极选项的迷思 你需要具备的是 创造结果的能力 什么叫创造结果的能力 创造结果就是 让你能够在每个努力的阶段 去累积资源 不管你现在是在基层 中层还是在高层 也不管你现在有多喜欢 或有多不喜欢 现在的职位生活跟工作 当你具备有创造结果的能力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在每个阶段 去累积必要的资源 让这些资源能力跟认知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而当你有这样的能力时 你的每一个转换都会是巅峰转移 其实我们要过好人生 无非就是想追求幸福 在我们面对的世界里 幸福已经不是找到对的事情来努力了 幸福是要透过做对眼前的事情 去引发出下一件对的事 就像你听过一些例子 有人进一个大公司 从一个工读生 从一个送货员开始 但他慢慢地爬上了CEO 他成为了公司的总裁 他是怎么办到的 你当然可以从励志故事 跟心灵鸡汤的角度 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仔细地去分析 不管他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他在主观上有多么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眼前正在做的事 但至少他都在眼前的这个当下 去累积出必要的资源 讲个俏皮话 如果你要跳船 至少也要先准备好救生圈 不是吗 更何况当你面对自己的人生 其实真的没有用不到的资历 关键在于你在那个当下 是不是具备有创造结果的能力 至于要怎么创造结果 在我们过好人生学当中的第二讲 我会陪伴你回到根本 回到本质的 让你无论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生命 处境跟环境 你都能够去掌握到 帮自己创造必要结果的关键能力 而下一个迷思呢 叫做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词汇 它是指人们的决策选择 会受制于过去的决策 经验或认知 即使呢这个过去的情境已经过时了 那你知道学术的用语跟解释 往往是很拗口 而且听不懂的 我说白话吧 路径依赖就是 人会习惯用过去的经验 去想现在的事 然后去预测未来 如果用过去的经验 想现在的事情 去预测未来 会准的话 那每个人都半先了 不是吗 而路径依赖体现在我们的人生里 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 比如说你念医学院 所以就只能当医生 比如说你过去在某个行业 所以你在转职的时候 就只能做相关的行业 其实呢 这种因为自己过去念什么 所以只能做什么 或者是因为自己过去 曾经做过什么 所以现在只能选择什么 这样的思维倾向 我说这是一种物种的思维 在生物演化的过程当中 地球上有许许多多 数不清的单一物种 不断的消失 消失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都可以归结成 一个共同的指向 叫做无法适应环境 如果按照这样子理解的话 物种思维是不是就像是 前面所说的 在固定的站位 要打固定的靶位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摆脱 路径依赖 我要怎么样把自己 过去的学习跟经验 整合成能够具有在现在到未来 有适应力的选项 或者是行为导向呢 那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 就要从物种思维 变成是一种生态圈的思维 什么叫生态圈的思维呢 生态圈的思维就是 如果我具备医学的知识 我可以拿来做什么 好好的去问自己这个问题 更认真的去回答自己这个问题 当我具备有医学知识 我可以用什么样多元的管道 去输出我的医学知识 或者是我可以把我的医学知识 怎么样跨到不同的领域 去做一些结合 这样的想法跟实践 就是生态圈的思维 再进一步来看的话 我们过去所有的经验跟历练 其实都是珍贵的 然而这样子珍贵的经验 我们怎么样去迁入 一个既有的生态圈 或者是去改变一个既有的生态圈 甚至于去创造一个 从来没有过的生态圈 只有透过生态圈的思维 你的路才能够越走越宽广 记得一件事 物种它终究会灭绝的 但是生态圈却会生生不息 生态圈的思维 是让我们能够跳脱出 路径依赖的唯一途径 听到这里 我期盼你千万不要忘自菲薄 因为那些你很旧手的技术跟能力 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太旧手 所以根本感觉不出 它对于其他外行人的价值跟意义 当你具备有建立生态圈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过好人生的关键 并不是去追随任何人 而是去走出自己的道路 那么关于要怎么样去建立起自己的生态圈 怎么样培养出建立生态圈的能力 这个部分在过好人生学的第三讲 我会陪伴你一步一步很细致的 把每一个建立生态圈的关键阶段 和那个阶段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 都会带给你清楚完整的认识 如果你听完两个迷思 已经很有感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 三个具体的现象 你会更加的有感 这三个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 会发生的具体现象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知识层面的理解 然而我更希望你 把它当成是一个简合的标准 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人生里的时候 常常用这三个现象 来当作是自我评估的一个标的 看看自己有没有下意识不自觉地 进入了这三个情况里 这三个具体的现象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热情症候群 第二个坚持妄想症 第三个理想偏直狂 先来看热情症候群 到底什么是热情症候群 我来讲一句话 你来感受一下 我常常会形容有些人 他最大的热情就是追求热情这件事 你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像有一点荒谬 哪里不太对 的确哦 如果他不断地在追求热情 这不就意味着他都不断地在转换他的焦点 然而却没有任何真正的累积 如果再深入一点看 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终极选项迷思的具体化呈现呢 没有错热情症候群就是他总在期待 总在找到那一个所谓的热情 那一个所谓的对的领域值得他投入的 然而在这之前他没有真正的去投入过任何事情 于是呢他的时间跟他的力气都在追求 而没有在投入 其实我一直认为热情这个主题 他其实是生涯的假议题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谈人生的课程或者是书籍 都会提到这个部分 好像我们人生当中总有一个最终的 或者是最好的选项等着我们去发现 于是呢很多人在还没有找到所谓的有感觉的领域之前 他可能就是在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热情是什么 那么找到热情这件事就不会是你的问题啊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所在 那你是不是也只是充其量 从一个令你感觉到兴奋的事情 转移到下一个你可能会更兴奋的事 可是回顾在真实的人生里 这种兴奋通常都是很短暂的 而且依赖这样的兴奋 你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人生 累积任何有价值的资源能力或者是认知 当然了 如果你有具备强大的创造结果的能力 你在不断转换的过程当中 都有累积必要的资源能力跟认知 那么你就不会陷入热情症候群的状况 因为你的每一个阶段跟选择 都有具体的累积啊 然而如果你感觉到热情症候群 好像说中了你 你总在等待那个所谓对的答案才要全新投入的话 在这里我就要跟你分享的是 忘掉热情这件事 比起热情 你更需要的是 做决定的能力 其实回到我们真实的环境跟人生 一切的变动 是这么样的剧烈跟快速 你怎么样能够保证 你找到的热情 能够适应多变的未来 你又怎么样能够保证 今天你认为有热情的事情 可以延续得了你一辈子呢 因为环境的变动 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会怎么样跟不确定共处 而在不确定的过程里 我们可能都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机会跟相遇里 如果你把每一次的决定 都当成是决定你人生生死与成败与否的高度的话 那你当然不敢做决定了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每一次决定都非常的莽撞 甚至于你每一次的决定都不知道 甚至于也不会去评估 他可能的后果和你是否能承担的话 那么我也可以说 你在做决定的能力的这个部分 真的有必要好好的前进 其实我认为 所谓的热情 所谓的你真心想投入的事情 或者是你的召唤 是你在经过一连串决定之后 慢慢发现 或者是凸显出来的 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而不是先知道热情是什么 然后你才全心的去投入它 所以在过好人生学的第四讲 我们会针对怎么样建立起 做决定的心智模型 跟实际的操作方法 陪伴你好好的前进 那么谈完了热情症候群 接下来第二个现象 叫做坚持妄想症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 他说 疯子就是一遍遍的用相同的方法做事 却期待有不同的结果 听出来了没有 其实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具体呈现 所谓的坚持妄想症 我会说 这种人是中了一种 做就对了的毒啊 这个毒让我们以为 细棚下做久了就是自己的 但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找到满足跟意义 你不知道自己坚持的意义 和坚持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细棚下做久了 你只会得到满身灰尘 其实我遇过很多人 在某个领域有很多年的经验 然而他是为了坚持而坚持 还是他拥有的只是年资呢 这很难说吧 一个人有20年的经验 究竟他是在这20年里 非常有觉察 非常有意识的在累积跟前进 还是他充其量 只是把一年的工作重复了20次呢 所以呢 别再抱持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 意义跟价值 你的所有的坚持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而且任何再有趣的事情 其实都有无聊的部分 而再无聊的事情 其实都有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不具备有创造意义的能力 你做任何事情都只会随着时间 变成没有意义的重复 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无限的赛局 它不像是你跟别人下棋 你的对手确定 规则确定 结果也很确定 不是输就是赢 所谓的无限赛局就是 没有固定的对手或规则 而唯一的竞争者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拿下什么名次 或者是胜利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持续这个赛局 然而你仔细想想 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既然人生是一场无限的赛局 我们要追求的其实不是结果 而是意义 如果你不知道为何而战 那么你所有的坚持 到最后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然而在我们的人生里 要怎么样摆脱坚持妄想症 能够去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意义 这个所谓的创造意义的能力 在我们的过好人生学里的第五讲 会为你带来详细的前进 或许对你来说 真正的人生价值跟意义 就在你生命的轨迹里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发现它 可以好好期待我们的第五讲 接着我们来谈最后一个现象 叫做理想偏执狂 追求理想 追求梦想 是我们在成长的经验当中 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片段 然而在理想跟梦想幻灭之后 你会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遇到很多人 当他面临这种幻灭的时候 他不是开始去责怪别人 他就是不断的去责怪自己 责怪别人很好理解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是别人不懂 是别人没有sense 是别人没有眼光 然而什么是责怪自己呢 责怪自己的最具体行为 就是进入一种自我放弃的状态 可能在追求理想跟梦想的过程当中 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些好的习惯 好的观念 好的态度 然而当他感受到 自己的理想跟梦想 幻灭的那一刻之后 他把这些好习惯 好的观念跟好的态度 全部放弃掉 甚至于过得比他还没有追求 理想梦想之前 还要来得更糟 我曾经在业务领域里取得成功 我就看到很多人 在业务领域 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 达到自己当初的理想跟梦想之后 原本在业务领域里面学到的 关于时间好好的规划管理 包含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完全放弃 甚至于比以前来得更颓废 来得更低落 这些行为就是最典型的自我放弃 不知道你听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状况 曾经你很热切追求的东西 当你感受到 好像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在追求过程当中 其实是对你很有帮助 很有价值的 这些观念态度跟习惯 一并的放弃 然后过得比以前还要更糟呢 其实呢 为什么会有理想偏执狂这样的现象 这就要回到最根本的部分 我们从一刚开始 对很多事情的热切 有可能只是被吸引而已 并没有真正明确自己真正想要的 就像我在业务领域 很多人可能只是为了表面上 很好的收入吸引 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确自己 到底要得到什么 和他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真正明确自己想要的 也就是他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跟目标 没有确定的方向跟目标 他到哪里都回不了家 人生就像航海一样 航海必定会遭受到风浪 人生一定会有挫折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自己在生命当中的各个面向 包含精神层面 物质层面 生活形态层面 健康层面 跟人际层面 如果你能够弄清楚 这五个面向的需要 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什么只是你的想要 在厘清这些功课之后 你才能够逐步的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过好人生学里面的第六讲 就是针对这五个面向的满足 来帮你拟定出自己人生的罗盘 不管你想追求的是什么 不管你想努力的是什么 这五个满足的确定 才能让你在这多变的环境里面 找到自己的定海神针 找到自己确定想要去的方向 我很期待在第六讲当中 跟你一起发现 这五个满足在你生命当中的 意义跟定位 听到这里 我们终于分享完了 两个迷思跟三个现象 你一定要好好谢谢自己 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还有你的耐心 这表示 你很愿意好好地回答 自己的那个问题 叫做这辈子只能这样吗 人生是自己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过好人生的渴望 你愿意为这个渴望 做什么 付出什么呢 或许学习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这是过好人生学第一讲的内容 欢迎你的加入 也期待你 能够在接下来 四个能力的培养 跟五个满足的确认之后 让你能够过出 自己想要的好人生 我叫做好人生学第一讲 也谦 尽容